2023最新美剧《冰雪暴》 开播了 开局就很炸裂 拍摄的手法延续了前几季的风格 但是每一季的故事又都是独立的 一个猛面人靠近一间房子 正在织毛衣的女人 一眼就看到了她 就在这个时候 猛面人从怀里拿出一把斧头 然后拉开了门 原来大门是开着的 就当她进入大门的时候 还看到正在晃动的毛线球 沿着毛线一直延伸到楼梯口 很显然女人已经跑上楼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猛面人赶过来 对高个子的说 自己来迟了 看着她唯唯诺诺的样子就很不专业 他们上楼开始寻找女人 就在这个时候 矮子打开了厕所的门 女人早就防备好了 拿着消毒喷雾和打火机 成功将矮子的头套给点灭 就在瞬间 矮子倒下挣扎着 高个子一点都不慌张 站在那里挡住女人 女人照样喷火攻击 但是里面的消毒水已经没有多少 女人连忙扔掉手里的东西 开始夺门而出 高个子看看被烧伤的同伙 然后开始不慌不忙 追了上去 女人被洗衣盆半岗 一下跌落楼梯 幸好楼梯比较 女人暂时昏厥 等她醒来后 她已经听到楼上的劫匪下来 所以她没有任何动作 想给他们来的突然袭击 就在高个子查看女人的时候 女人拿起划冰鞋 划伤了男人的耳朵 女人在爬起来想跑出门的时候 已经被烧伤男拿着锤子挡住了去处 很显然她想杀了女人的眼神 是藏不住的 但是高个子拦住 因为他们是受人之托 只绑架人 不杀人 就这样他们把女人给带走了 夜晚 两人开车开始离开加州的城市 但是不巧的事情又发生了 女人看着矮子的烧伤 没有任何消炎措施 就对她说 你如果不去医院 你会感染 而且回生区 到时候脸就彻底废掉了 骨头都能看到 这些话吓坏了她 高个子连忙让女人闭嘴 就在这个时候 女人看到了路边 有一巡逻车跟上了他们 原来这个矮子 是顺手路边偷来的车 女人知道自己的机会到了 因为前面有一个加油站 巡逻车果然拦截了他们 就在他们准备应付检查的时候 女人跳下车 就朝着加油站跑去 压根她没有向巡警求救 这就是她聪明的地方 因为两个劫匪 已经拿出重武器 开始扫射巡警 就这样一名巡警当场毕命 另外一个巡警 看着劫匪来势汹汹 立马撒腿就跑 也朝着女人的方向跑去 女人走进加油站 她没有看到人 一个营业员已经躲在柜子下面 就在女人寻找到 想要隔开自己的绑绳的时候 巡警再次被攻击 大腿也被打中 她立即倒地 开始向远处的黑暗发射 然后亮亮呛呛走入超市 找到女人 并对女人说她已经叫支援了 坚持五分钟就可以了 就在解开女人绳子的时候 超市的灯全部灭了 看来敌人要开始进攻了 女人拿着小刀 开始朝着卫生间跑去 准备躲在里面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他们用油桶砸开大门 这个动静直接让巡警 把子弹给浪费了好几发 而与此同时 女人也在卫生间里洒落很多冰块 高个子也找准时机 对着巡警的位置扫射 她走进超市 营业员可能紧张过度 竟然在这个时候站起来 瞬间就被打爆了 与此同时矮子也闯进卫生间 一个脚滑 头部直接摔在了马头上 死了 女人悄悄走出来查看矮子 确实挂了 捡起她的左轮 而超市这边巡警 也找准时机开始还击 但是她的M9 本来12发的子弹 已经被她彻底消耗完了 高个子一个躲闪倒在地上 她找到一个反视镜 就在她拿着反视镜 查看巡警位置的时候 女人忽然窜出来 拿起铁锹就抡了上去 高个子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就晕了过去 女人走过去 拿起M4 指着高个子 此时高个子晕厥过去 一动不动 女人没有扣动扳机 然后找到巡警 找到胶带帮她止血 从手法上 巡警已经看出 这个女子的包扎手法很专业 因为她没有对着伤口包扎 而是找到血管的位置 扭动胶带 将血管给封闭掉 女人说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学的 就当女人拿起M4 走到高个子地方的时候 此时高个子已经不在了 远处也传来警报声 是支援到了 就在巡警对女人说 要给她上报奖励的时候 整个加油站什么人都没有 这一夜真的太疯狂了 女人的老公将女儿给放到床上 她不敢离开房间 就坐在椅子上保护着女儿 就在她休息的时候 听到了楼下有动静 她小心翼翼地拿着托盘 开始下楼查看 谁也想不到 厨房里妻子正在打面 这下彻底让老公猛逼了 白天家里的血迹 烧着的衣服 滑雪鞋上的血迹还历历在目 而且白天她已经报警了 已经对他们说自己的妻子被绑架了 现在突然又在家里 一点没事地在做餐 她连忙走上去询问是怎么回事 谁也没有想到 女人都说是自己不小心弄得着火了 血迹也是不小心摔跤的 她没有说绑匪的事 也没有说加油站混战的事 跟没事人一样 看傻了老公 女人之所以这么晚做面包 就是因为在超市里 她看到地上有一个报纸上写着 早餐是人最重要的一顿 她现在就记住这句话了 那么究竟是谁要绑架她 又为什么要绑架她呢 结尾你肯定想不到 这里不得不说这个家族的人际关系了 女人的老公家族可不一般 就看这个圣诞合影就看出不一般 一般家庭都是拿着苹果 只有这个家庭是拿着M4 而且还是带皮肤的 因为他们的妈妈多特可不一般 她现在看似是一个家庭主妇 其实她的背景是可怕的 当他们得知媳妇被抓了 所有的人都觉得肯定是针对多特来 要么就是要钱 要么就是讨债 而整部剧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这个饭桌上祈祷的男人 所有的人的恩怨才刚刚开始 最终绑架女人的人你绝对想不到 在俄亥俄州这片荒凉的土地 维持治安全靠她的信仰 没错她不但是一个治安官 还是一个牧师 你看她处理家暴最好的办法 就是握住女人的手安慰她 然后让手下勒住她老公的脖子 就这样轻松解决 如果不解决就再浇一杯咖啡 就在这个两个小夫妻离开的时候 慌慌张张走进一个手下 对着罗伊说 他们丢了女人 我的天啊 原来想要抓女人的是这个警长 当警长问高个子 为什么连个女人都抓不到的时候 高个子说 一个杀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 她可以在背后长出一双眼睛 这个杀手任务失败了 但是她还要向主人提高用金 罗伊同意了 让自己的儿子去处理 就这样罗伊儿子走在高个子的后面 首时刻放在自己的腰间 高个子捡起燃烧的烟 其实她在捡烟的时候 已经查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前面两个人各自拿着武器戒备着 就当她看到这些人拿着武器指着自己的手 她一个弹指将烟头砸中罗伊儿子的脸上 然后一个剑步靠近她 顺手将她的下体拿捏住 在她疼痛喊叫之时 抢夺下她的M枢 然后借她的肩膀当作打剑牌 将另外两人给击毙 这一切的动作一气呵成 子弹穿过耳朵的阵响 已经将她的耳膜给流出血来 等罗伊跟着响声来到这边的时候 高个子已经逃跑了 她的儿子在地上惨叫着 之所以高个子没有杀她的儿子 还是害怕被罗伊追杀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女警开始向她核对信息 虽然多特一直都说是自己弄的血迹 但是女警还是提出疑问 因为血迹的迪眉和多特回家后的血迹是不一致的 多特非常从容地说是医院弄错 女警继续问 为什么滑冰鞋上的头发和血迹检测到另外的人 多特说是因为这双鞋买的是二手货 遗留别人的使用痕迹很正常 就在女警一脸疑问的时候 老公开始维护 说自己太慌张才报警了 现在老婆安全回来了 一切都是误会 要撤销报警记录 多特也很自然地摸着老公的大腿 他对女警说 多特看这个女警这么难缠 就借口说要接女儿放学 女警说会调出附近的交通摄像头 然后有什么消息和他们说 多特吓唤 立马小声对老公说 让女警不要再来骚扰我们了 就这样老公对女警说出了他们家族的律师的名字 并对她说 如果下次再找他们 首先需要约好律师了 而他们完全不知道 他们已经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了 这一消息第一时间就传到母亲这边 白发助理将所有的消息都告诉了母亲 而母亲却已经察觉到了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因为她不相信这个儿媳妇 他们对这个儿媳妇背景调查的时候 都是寥寥几页纸的信息 他们对多特几乎一无所知 所以为了能调查出 昨天在多特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决定自己去调查 因为这个家族虽然很有钱 但是他们对儿子是非常可口的 只有一个基金每个月提供他们基本的生活费 压根没有别的钱 所以他们一直猜测儿子找的这个女人 肯定就是想要得到家产 才搞的这些计谋 所以人很可怕 一旦猜忌在心里 那么看什么都是对的 就这样当天下午多特接回女儿的时候 母亲已经带着保镖过来 母亲的言辞非常犀利 叫保镖支走孙女之后 母亲首先把多特的关系 踢除这个家族之外 而且还对多特说 只要他愿意离开自己的儿子和孙女 他会得到一个补偿 能让他在别的城市重新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只见多特忽然把脸给沉下来 然后对母亲说 听到多特的威胁 母亲待在当场 一时不知道怎么办 看来他终于遇到对手了 母亲和保镖离开后 多特开始在镜子面前查看自己的背后的伤痕 这些痕迹已经证明多特的人生是多么的丰富 就在这个时候女儿叫住他 他饿了 多特给女儿弄点吃的后 就开始着手给家里安装防贼模式 他们找来电线 灯泡 将灯泡用布包住砸碎 然后用胶水将玻璃碎片粘在门把手上 然后将门窗上连接铁丝 用钉子固定 然后在女儿的见证之下 插上电源 整个门窗就通电了 多特交代自己的女儿千万不要摸任何铁 画面再给到多特的老公这边 母亲的助理在这边看着他 这个时候母亲的电话通上 此时的母亲已经下最后通电了 让自己的儿子必须要离开多特 因为这个女人在瞒着他们 背后肯定有阴谋 但是儿子还是拒绝了 母亲在多特面前受到的委屈 直接吩咐助理代替自己给儿子一巴掌 当那个巴掌打下去的时候 母亲在电话对儿子说 现在一定要听自己的 不然就要受到惩罚 肯定有很多人和KD一样 好奇昨天夜里被打伤的那个巡警 现在怎么样了 没错她现在住院了 女警第一个赶到这里 并开始询问巡警 昨天夜里那个帮助她的女人到底是谁 巡警还在说着 找到这个女人一定会好好谢谢她救了自己一命 就在女警准备拿出手机照片 给巡警确认的时候 走进来一人 就是罗伊的儿子 他一进来就开始伸张自己的权利 因为昨天混战的地点已经是自己境内的管辖 所以他有权接管这个案子 并拿到女警的手机 顺手将女警手机里的照片给删除了 同时从女警的口中得到几个重要信息 首先多特没有承认自己被绑架 然后昨天夜里回到家里的 像没事人一样 就在他们对多特分析的时候 巡警忽然对他们说 就在巡警表达找到女人会感谢她的时候 罗伊儿子开始语出惊人 我做的是揍人和追查的声音 这句话把两个人直愣愣地互相查看 好像这句话已经超出了他们的世界观 罗伊的儿子坐上车后 对着队友说了一个地址 就是多特的城市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当多特的老公回到家的时候 被吓傻了 他的头顶竟然有一把锤子悬挂在那里 还有一个机关 多特对老公说是制作的羊头牌 当老公看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制作狼牙棒的时候 傻眼了 多特解释说这就是安全防卫系统 老公在看到窗户上的铁丝 已经被吓傻了 而一旁看到父亲大惊小怪的女儿笑开了花 继续制作自己的狼牙棒 老公连忙取下女儿的锤子 让她回到自己的卧室 然后和多特说起自己的妈妈准备要起诉多特 因为他们怀疑多特是在说谎 多特给自己的老公解释自己没有撒谎 但是老公指着这些防卫工具 又不得不相信妻子肯定有什么在瞒着自己 眼看着自己瞒不下去 多特开始承认 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预防暴徒 他走进老公的身边 然后对老公说 每个家庭都有防卫系统 我们家应该也有 但是我们没有钱 只好制作这些简单的 老公好像开窍一样说 要不要再买一把来福 这句话让多特惊讶不已 他按住老公的肩膀 说我们终于在一个频道上 应该买三把武器 老公对多特说 多特给了他一个香吻 然后一家人开始好好吃晚餐 而就在他们吃晚餐的同时 罗伊的儿子已经赶到了昨夜混战的加油站 这里已经做了简单的修复 继续在营业 就在他进去购买点吃的时候 谁也想不到的发生了 他的同事在加油的时候 被高个子一个闪身就将小刀刺入了他的胸口 从这个刺杀动作 可以看出高个子的杀手技能绝对是专业的 罗伊儿子买好东西上车 就在他准备吃点东西的时候 无意间从后视镜看到同事的尸体 彻底吓坏了 因为尸体上有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着 这是你欠我的 这两个警员怎么也想不到 只是加个油的功夫就被抹了脖子 当警员发现尸体的时候吓坏了 他立马叫来了罗伊 罗伊打开后背箱 看到自己的手下躺在那里 他了解情况后对儿子说 让他去制造一场车祸 伪造成是撞车后死亡的 然后让他去安慰一下同事的未婚妻 罗伊警告他说 孩子 你连着搞砸了两次了 如此不争气 我还怎么培养你成为我的接班人 听到这话 差点没把罗伊给气死 他对儿子说 那些都是电影里的情节 在现实中 他们根本不会让你发现任何迹象 就会靠近你 然后将你的喉咙给割断 听了父亲的教训 他只愣愣地站在那里 罗伊和多特到底是什么关系 原来是罗伊的妻子 十年前他逃走了 为什么要逃走了 因为这个男人非常变态 你看他现在的妻子 害怕他的眼神 然后床头那个箱子里的东西 再想想多特身上的伤 可想而知是个女人 都是要逃跑的 原来他是一个变态 多特这边当然知道 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 所以那个寻找他十年的丈夫 肯定会再次找来的 他夜晚趁着夜色 来到大马路上 然后将路牌给交换了 这样对于不熟悉这些街区的人 肯定会迷失方向的 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写好购买清单 昨天晚上老公终于同意购买武器了 所以多特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 将弹药给装备齐全 他们很快来到武器超市 这里有着各式的武器 店员首先问他们是要防御性武器 还是进攻性武器 此时多特和老公分别说出不一样的答案 这个很正常 因为攻击性的都是死柜的 多特一眼就看着墙上挂着的M4 当拿到M4的时候 多特像是被激活一样 对武器做了简单的检查 专业的握枪姿势已经让老公惊讶不已了 然后多特又看中活塞步枪 这种可是持续性的武器 具有远程功能 然后又选择一把沙漠之鹰 这款绝对是手枪中最好用的一把 KD曾经就一直拿着沙漠之鹰在CS里通杀全局 三把武器很显然不是到场才来选择的 而是多特早就想好了 但是5000多美金的费用 吓得老公手都抖了起来 说话都不利索 但是此时也只能在每月微博的基金里扣除了 就在要签字付款的时候 出问题了 他们必须要出具没有精神疾病的证明 很显然所有的努力都要泡汤了 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出没有精神病的证明 所以多特只能放弃重武器 开始选择一些轻武器了 万圣节这天夜里 多特一家三口在挨家挨户要糖果的时候 看到了一辆非常可疑的面包车 多特一看就知道有问题了 因为这辆车已经在路上开了几个来回了 毕竟它可是躲避追踪十年 所以它带着孩子回到房间 原来车里是罗伊的儿子和另外三个不太聪明的劫匪 因为他们在这条大街上已经绕了好几圈了 在手机定位和马路标志上 他们选择了马路标志 但是总归还是被他们找到了多特的房子 四个人戴着面具 开始靠近 前门两个 后门两个 其中罗伊儿子还是非常聪明的 他发现了门后的灯泡 就这样在开门的时候他接住了灯泡 然后四人开始会合 房子里什么人都没有只有一个音乐的声音 而在柜子里多特正在偷看他们的行动 就在他们四下寻找多特的时候 停电了 房子彻底黑暗了 这几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就在一个人注意到一个门后有灯光的时候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 就在此时多特抓住机会将辣椒水给喷了上去 瞬间男人就尖叫起来 想必他的眼睛睁不开了 多特再不一脚 将劫匪给揣进地下室 然后关上门 多特迅速走出房间 这些动静和脚步声也被另外三个人注意到 就在三人觉察到方位的时候 多特找准时机 拉开做好的羊头派 然后迅速逃出去 就在前面的劫匪转身之际 真的被做成派 惨不忍躲 多特迅速绕后 开始从后门进入 劫匪这边快速将倒下的队友拉回房间 多特从后门进入拿起桌子上的狼牙棒开始攻击 但是被男人给躲了过去 就在多特想要拔下狼牙棒的时候 男人拿下面罩 原来是罗伊的儿子 两人都是认识的 双方都叫出了各自的名字 多特让他赶快离开房子 说房里有他的孩子 儿子想劝妈妈安安静静和自己上车离开 但是多特拒绝了 很显然儿子完全没有意识到 此时的母亲早就不是十年前的妈妈 多特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然后推开他 趁着他们倒地的时机 多特立马跑到地下室 关上房门 儿子开始拔下狼牙棒 然后关闭烤箱 砸掉烟雾报警器 然后来到房门前对多特说 妈妈 是时候回家了 我们都很想你 说着就将门给撞击开 多特已经顺着绳索梯 开始重新回到地面 另外一个倒霉蛋非常恐慌地打开玉帘 幸好没有人 就离开了 而就在他离开后 墙壁上一道门被打开 多特爬了上来 而此时儿子也发现了那个通道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的楼上有响声 原来倒霉蛋在拉开一个绳子的时候 隔楼的楼梯正好砸中他的脖子 就在另外一个女劫匪上前查看的时候 多特立马用毛巾将他包裹 而他的女儿和老公也确实就在隔楼上了 很显然多特慌张了 因为他的儿子已经跑了过来 他只好将女劫匪给扔下楼后再次逃跑 两人顺着楼梯滚落下来 而此时胆小的老公终于鼓足勇气开始爬下楼梯 多特拿起马桶盖砸向被楼梯卡住脖子的男人 看来他彻底休息了 就在他们想要通过滑梯再次滑到地下室的时候 意外还是发生了 儿子一直在叫妈妈曾经的名字 这个让老公恍惚了 他竟然决定带着女儿到里面的房间 想要从窗户逃出去 没有办法 多特只能跟着来到房间 关闭房门 就在这个时候老公被他设计的机关给电击 瞬间人就清醒了 全身都直了 多特只能拿下插头 但是电火花也将窗帘给点燃 火石立马就上来了 多特拽下窗帘直接扔到柜子旁边 这个也彻底烧毁了他们的房子 而此时儿子还一直在用狼牙棒破路 没有办法 多特只能将晕倒的老公搬晕到窗外 然后让女儿顺着准备好的楼梯下去钻入树林里 此时火警也来了 多特将老公直接推了下去 然后自己也跟着下去 准备将老公给撤离到安全地点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自己房子彻底在火海里了 多特看着十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旦 此刻已经没有眼泪流了 与此同时儿子听到警笛声 只能带着三人离开 还好他们四人都还活着 画面回到罗伊这边 他从外面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了血脚印 就立马知道不好了 他迅速拿起墙上的武器 开始寻找闯入者 在他的卧室里 女儿正在睡觉 都是安全的 但是墙上有着一个符号 这个可吓坏了罗伊 那么是谁留下的这个记号吗 这个还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曾经一个流浪汉愿意拿自己的灵魂和恶魔做交易 没错 那个流浪汉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交易是什么 就这样他一直活了五百年 但是他却从此失去了灵魂 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行动那么缓慢 原来他压根就不怕死亡 自从上次任务失败之后 他就回到了母亲家里 当然这个不是他真的母亲 总之他回到了曾经的家 然后在万圣节的夜里 和妈妈打完招呼之后 杀手离开了房间 在冰雪之地找到曾经的一个古老的山洞 他带着一只山羊钻了进去 再次开始重生 我就问这一幕是不是很奇幻 所以欧洲人对于魔法肯定是坚信的 而他浑身的血就是冰雪豹第二个字 血的来源 所以这部剧就是奇幻 没有一个字是乱来的 你看到可怕了吗 如果你的家里进了劫匪了 你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多数人都会让自己的孩子去报案 将情况和别人说 但是有这样的一位妈妈 家里来了四个劫匪 还把自己的房子给彻底烧毁了 他教育自己的女儿 不能把劫匪告诉任何人 因为这个如果说了 这些劫匪还会再来的 所以要和别人说 家里起火是线路故障引起的 而父亲的伤势不小心抓刺猬的时候 从树上掉下来引起 警局这边巡警和女警正在调查多特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明白 为什么这个女人明明被绑架了 但是却装出什么事都没有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得到消息 多特的房子失火了 就在他们赶去的时候 女警接到一个催收电话 没错 她的名下有高额的贷款 那么这些贷款是怎么来的呢 没错 这个女警认识的老公是个游手好闲的人 她不但不工作 还玩高尔夫 还买那些昂贵的东西 就这样女警从第一次借高利贷之后 她就再也还不起了 利息像个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你们肯定想不到她借的谁的高利贷 没错 多特的婆婆是她的借主 与此同时多特的婆婆也得到儿子房子被烧的事 她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这对婆媳见面自然少不了互相斗嘴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警员赶到了医院 当多特看到她就下的那个巡警的时候 有点紧张 双方一对眼都认出了对方 这个时候律师终于说话 她现在是他们的代理律师 有什么话可以和她说 因为她的当事人现在不方便 并拿出自己的名片 巡警接过名片后 开始主动和多特打招呼 并谢谢她 就在多特想着如何应付他们的时候 女儿醒了过来 这个时候女儿的奶奶第一句就问 是谁烧掉了房子 女儿说了一个动画片的名字 多特赶紧让女儿去售卖机去买点吃的 律师给了现金后女儿离开了 巡警继续问多特是谁在绑架她 多特当然没有说这些 就在这个时候护士过来告诉他们 多特的丈夫醒来了 终于找到机会了 多特立马离开 当多特走进房子的时候 忽然发现老公失忆了 连多特的名字都叫错了 多特立马开始把整个事情和她说一遍 看这个傻笑就知道 这个失忆没有那么快好了 多特和老公说 他保证会重新建立这个家庭 将房子重新建立起来 说完就躺在他旁边休息了 与此同时两名FBI正在对罗伊调查 因为有很多人举报他暴力 而且前两天一个手下刚刚车祸去世 而且他们的武器库数量也不对 他们想让法官给出代骨令 但是法官并不同意 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没有办法两人开始去寻找证据 而现在就有一个好的证据 那就是多特就是罗伊的前妻 只要找到他 他们就有起诉罗伊的证据 而罗伊这边 得知自己的儿子任务再次失败 真的气得肺都要炸了 有气怎么办 总要找发泄口吧 所以干脆把家暴的男人给抱了吧 就这样终于泄起了 然后安慰他的妻子说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家暴你了 而且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抚恤金 因为你是我们家族的人 罗伊看来要亲自出马了 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让他伤透了心 他直接开车找到多特的婆婆 婆婆自然也不是擅长 得知儿媳是罗伊的妻子后 对他说 说一个数字 他会补偿给她的 但是罗伊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所以他们的谈话很不顺利 与此同时多特正在被律师安排到医院去 在多特被抬出来的时候 看到两个医护人员的脸吗 没错 这就是抓一个母老虎的后果 多特被送到医院后 律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多特的婆婆 而就在律师要赶走罗伊的时候 还不忘再发一张名片 临走的时候 罗伊对律师说 我们还会再见面呢 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以另外一只眼睛还能看到 与此同时在医院里 多特能就这样束手就勤吗 绝对不会 他趁着医护在给他绑绳的时候 一下将手指插住他的鼻孔 然后迅速挣脱绑绳 一个翻身将医护给压在床上 很显然医护还没反应过来 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在了床上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护士走了进来 正好给多特送了一件衣服 多特非常小心地逃跑 他找到一个大妈 帮他推轮椅 就在他准备离开医院大门的时候 坏事 他看到三个牛仔走进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罗伊的人 多特立马躲了起来 然后按下电梯 立马推进去 眼看三个牛仔就要进来的时候 多特使劲地按关门键 还好在他们快要赶上的时候门关上 多特来到三楼的贵宾层 放下老人的轮椅 然后准备去找老公的病房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警员 他立马走到老公病房对面的房子 然后二话不说 将这个人用枕头给弄晕 然后悄悄出去 把老公病房的名字和他的名字给调换 然后走进老公的病房 把老公给扶到卫生间 让老公再上一次厕所 并告诉他 要等到自己来 才能开门离开 不然就一直坐在里面 此时老公的记忆还没有恢复呢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 多特走出来的时候 看到了三个人已经在询问台了 多特立马想要从反方向离开 就在这个时候 FBI的两名探员看到了多特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多特竟然看到了他的儿子 吓坏了 他儿子看着FBI 再不敢轻举妄动 就告诉另外三名同事 赶紧离开 他们就带着那个病房里的男人离开了 当然他们以为他们抓的人是多特的老公 就在儿子关电梯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手势给佐特 让他闭嘴 因为他知道这些FBI找到妈妈 一定是在调查父亲 就在两名探员准备代理佐特的时候 楼下的两名医护开始到处寻找佐特 佐特吓坏了 立马装作要呕吐的样子 他们就带着佐特去了卫生间 那个医护问两名探员是否看到一米六身高 黄发 非常瘦的女子 他们说没有看到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闯入卫生间 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了 多特已经从厕所的窗户逃走了 他第一时间自然是找到女儿 此时女儿正在玩高尔夫 看到母亲后他立马跑过去 女儿见到母亲第一句就问罗伊是谁 一听到罗伊 多特就吓坏了 因为罗伊离开的时候正好见到女儿 并报了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多特带着女儿离开了 因为只有佐特知道罗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来到了女警的家里 当女警走进豪华的房子的时候 他完全被惊讶到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寻找他们母女俩 没想到会在自己的家里 多特坐下来 要求女警把女儿收留三天 让她去解决一些事情 解决完就将女儿接走 女警想要知道到底是谁在绑架她 多特没有说自己丈夫罗伊的事 只是说现在自己被警铭坏人粘上了 也承认了家里失火是劫匪座的 如果现在女儿留在那个家里 可能还会被伤害 现在自己的老公已经住院了 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也受伤 就这样同情心让女警同意了 看来一场硬仗要打呀 所有的人都会在最后聚合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期待下一集 剪头发的时候一定要去理发店 看吧 这个男人就是在家里让老婆理发 结果被剪到耳朵 男人疼痛地站起来 然后顺手给了老婆一个大笔痘子 记住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是要做事情的 而且后果非常严重的那种 妻子带着两个双胞胎离开后 罗伊的儿子进来了 告诉爸爸他抓到了多特的丈夫 这个时候罗伊非常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 多特的丈夫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 这种复杂的关系非常混乱 为什么都十年过去了 罗伊还会对多特恋恋不舍呢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话题 儿子是要父亲去审问 从医院抓回来的假丈夫 因为那个人一直在说他们抓错人了 但是儿子坚信是这个男人头脑被门家了 而导致失忆了 也许敲打几下就可以让他恢复记忆 罗伊一脸不可相信地看着这个儿子 然后他们跨过选地 来到仓库 罗伊一眼就认出这个男人不是多特的老公了 二话不说就爆头了 没错这个动作吓坏了儿子 罗伊对儿子说 你们抓错了人 儿子立马开始推卸责任 说是他手下抓的人 气坏了罗伊 这次罗伊再也不相信这个儿子了 那么真的多特老公在哪里 没错被FBI带到了警局 这个时候探员才把所有的真相告诉多特的老公 还没有恢复记忆的他 听得一头雾水 什么自己的妻子不是自己的妻子 什么改名换姓 什么还是别人的合法妻子 完全是猛的 说真的 不光他猛 KD也是懵圈的 就在这个时候女警员找到了他们 一开口就打断了FBI 因为这个是他的案子 如果要FBI来审问的话 需要向上级申请 所以两个探员只好离开 因为这个失忆的人什么也问不出来 画面回到罗伊这边 真正可怕的发生了 罗伊再次找回了那个不死杀手 而这个杀手还就真的来了 自然他过来也有自己的目的 因为谁都知道罗伊是什么人 他之所以赶来就是做好了完全的计划 罗伊的儿子搜身之后 杀手来到罗伊的面前 一句话没说 罗伊直接承认自己错了 并会补他所有的费用 再加上利息 但是这次不能搞砸 一定要完成任务 上次是他 罗伊没有把这个女人介绍清楚 没错他承认这个女人是一只母猫 每次看着就要抓住她 但是每次她都能成功逃脱 杀手捡起美金 冷冷地看着一切 然后对罗伊说了一段非常神秘的话 很显然罗伊明白杀手的意思 也隐隐觉得有麻烦 杀手拿着提包 那是他该得的钱 年轻的罗伊儿子很显然到现在还是非常不服的 他对杀手说 他的同事被他杀了 而那个人是个好人 杀手慢慢靠近 然后对他说 然后对他说 用话语互相攻击之后 罗伊儿子打开了一个跟踪器的开关 FBI两名聪明的探员再次找到女警员 和他说起了多特和罗伊的关系 现在罗伊正在竞选下一任治安官 而多特的绑架案就是罗伊安排人做的 现在多特失踪了 而在失踪的时候 他们发现他的儿子绑架了一个男人 很显然他们绑架错了 女警员立马说 那你们应该赶快去申请搜查令 去把那个人给救出来 两个探员却说 现在这个人早就不知道被扔到哪里了 所以现在去搜查只会打草惊蛇 所以他们需要先找到多特 他才是关键一环 女警员承认自己见过他 但是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 看来他们的调查也进入了死胡同 另外一边多特的老公回到了他妈妈的家 至少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家可回了 但是这个失忆的儿子还一直说着要回家呢 等把儿子叫走 他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原本他要收购的一家银行被罗伊给拦阻了 没错就是当众把银行行长给脱了衣服 就这样他被吓傻了 然后停止了收购 多特婆婆哪能这样被人牵着鼻子走 他命令律师把行长给找出来 那么他的孙女现在在干嘛呢 没错当女警员回到家的时候 听到了鼓声 现在只有女孩一个人在家里打鼓 而女警员的丈夫却一天了没有给孩子弄吃的 也没有弄一口水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公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一个有着非常奇特想法的人 比如他和女警员说的这些话 你绝对想不到 我说我想要一个妻子 我是你的妻子 不是 我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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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她抗担我 她不过瘫了 她不想知道 她们知道我第一次的天 她们开始听到她的答案 她们的答案 她们的支持我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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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的婚姻 他老公要的这个条件 好像是一个完美机器人 但是这些要求又是每一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 贤惠的妻子 帮助打理家务 每日三餐都有好吃的 每天给自己信心鼓励 而不是埋怨抱怨 而且每天都给自己感情上的支持 这些只是大多人想一想罢了 能付出实行的 而且还真的有这样的老婆做到的 这个世界上有了 而且还是贷款负债累累来完成这些所谓的梦想 无法相信吧 反正KD是相信有这样的男人也有这样的女警员的 女警员没有办法 只能把孩子给送回去了 来到孩子奶奶家 很显然这个时候的爸爸还是失忆的 记不起自己还有这个女儿了 当然女警员过来不仅仅是送回孙女的 还有和孙女奶奶说一下多特的事情 这个资料有着多特的所有信息 甚至十年前的家暴资料 女警员说 我和你都是普通人 不要以为你有钱就和别人与众不同了 你和我一样 但是多特却和我们不一样 他被两个人绑架 然后一个绑匪死了 另外一个绑匪重伤 而他却没事 上次家里去了四个劫匪 把整个房子都烧掉了 但是是多特将你儿子和孙女救出来了 他们才能活到现在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多特 而不是把他给送到精神病院去 很显然这些事婆婆都知道 女警继续说 多特是他见过的所有女人中 最坚强的 坚持到最后的 就是到现在他都不放弃 这些我们都做不到 因为他从不抱怨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开始对女警员说 来为我工作吧 什么 这下可把女警员给蒙圈了 婆婆说你来做我的安保队队长 自然不会白做 还记得这个女警的贷款是谁的吗 没错就是婆婆的贷款公司 只要女警员愿意来做自己的安保队长 那么她就会免去所有的贷款 而且还有旅游补贴 女警员一下坐了下来 她犹豫了 一般人肯定是把持不住这个诱惑的 但是女警员还是和婆婆说 让她想一想 婆婆说给你24小时 那么女警员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吗 那些停止收购的人 多特婆婆自然不会让她好过 让律师找到她后 给她在电话里 把她的结局说得透透的 首先她的职位会被税务机关去全面核查 哪怕一个开房记录都给你全部查出来 另外她的儿子是不是正在上大学 没错那边的学校会因为她没有学费而被强制退学 还有她的老婆也会因为她坐监狱而和她离婚 她这辈子要彻底完蛋 你就说这个你害怕不 一边是罗伊当众脱衣服 一边是婆婆背后脱全家的衣服 自从《冰雪报》第五季开播以来 很多小伙伴都有一个疑问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厉害 难道是特种兵出身吗 今天这一集就要讲述多特的经历 她在15岁的时候 她的爸爸和妈妈在超市里宣布了离婚 从此爸爸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而妈妈带着多特就嫁给一个警长 而当时的警长有个小儿子 就这样两个家庭重新组合成一个新家庭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伊的儿子和多特的年纪那么相近 原来并不是亲生的 后来在夜晚罗伊的儿子就经常能听到惨叫声和鞭打声 那种可怕的声音一直传到多特的房间 让罗伊的儿子和多特经历了残酷的童年 罗伊这个变态终于将魔爪开始伸向自己的干女儿 在辅导她作业的时候 不知不觉开始将魔爪靠近年幼的多特 就从这一天开始 多特的妈妈就再也没有被鞭打和惨叫 而是变成了多特的惨叫和鞭打 后来多特的妈妈就彻底消失了 年幼的多特一直觉得是妈妈已经遇害了 随着年纪的长大多特开始了一次一次的逃跑 但是都被警长的恶魔丈夫给再次抓回来 很显然一般的逃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美国的全国警务系统都是相通的 终于有一天多特跑到了一个雪山里 这里有着一个妇女帮助会 她们是秘密的 所有受到家暴或者虐待的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 在这里多特也认识了琳达 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多特学会了使用武器 也学会了战斗 一切的格斗技巧全部都是在这里学会的 那么KD问所有的小伙伴 你认为美国真的有这样的秘密组织吗 可以留言表达你的观点 所以这次多特从女警员的家里开车出来的时候 就是想着去找到曾经的救助会 她路过一个旅店的时候吃了一点东西 但是忘记加油了 然后再来到标记的地方 找出一个明信片 上面有着一个名字 是琳达 她开车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座山 但是却没有油了 她只能汽车来到山上 这里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似乎受虐待的妇女一直都没有减少过 她们都非常专注地看着木偶表演 每一次的表演都是一个女人受家暴的场面 如同多特当年进入这边的时候一样 当她醒来的时候 一个黄色皮肤接见了她 多特说要找琳达 但是黄色皮肤的女人说自己就是叫琳达 但是多特的记忆里并不是黄色皮肤 而是白色皮肤 拿出那张明信片 黄色皮肤的琳达带着多特找到了白色皮肤的琳达 见到琳达的那一刻 谁也没有想到 多特打了琳达一拳 原来琳达曾经欺骗过她 说好的要带她一起离开 但是琳达却留下来 最后只有多特一人离开了 其实离开的这些年 这里的人却早就变了 虽然多特还是收到了琳达的照顾 虽然这里的人还是那么热情 但是有一些东西却已经改变了 这天琳达告诉多特 要和她去镇上去买点东西 她相信了 就开着车去了镇上 就在路上一个旅店里 吃点东西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哦不 不是意外 是蓄谋已久的意外发生了 当多特走出旅店的时候 远处撞击过来一辆大卡车 不偏不倚直接撞到了一辆汽车 然后汽车又撞到多特 等多特醒来后 已经来到了医院 她第一时间就问 琳达在哪里 她的车呢 她的朋友呢 而问的护士一脸的忙 然后护士开始和多特说 她已经通知了她的丈夫 她现在就在医院门口 她去叫丈夫过来 多特非常高兴地等着自己 的丈夫 画面回到罗伊儿子这边 这个小子是真的不省心 自从上次和杀手说 他们会再次见面的之后 她就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装好了M刺 然后吹一下5.55子弹 这个动作一点都不能少 不然子弹就会偏向了 安装好M刺之后 必须要加上消音器 一切都准备好后 她就按照跟踪器的信号 一直追踪着杀手的车 夜晚虽然是黑的 但是罗伊儿子此刻已经看到了曙光 她觉得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了 就这样终于给她找到了那辆汽车 抬头一看房子 一个坐着摇曳晃动的身影 不要说 肯定就是杀手 罗伊儿子悄悄对自己说 我抓到你了 然后停车 将准备好的M4拿出来 开始瞄准那个身影 很显然 真正要射杀的时候 她还是有点慌了 重新整理一下情绪之后 再次对自己说 为了死去的同事 她必须要这么做 与此同时 一个拉着啤酒水果的老人 正在走过来 一声消音器的声音之后 血浆四溅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死去的靠椅下面有一个线 顺着线 一直看到了一个人 没错就是杀手 能获得不死杀手称号的人 绝对是不简单的 所以啊 罗伊的儿子还是太年轻了 那么这个死掉的人又是谁呢 这个倒霉蛋就是老人真正的儿子 早上的时候 这个儿子又回来向母亲要钱了 他最近手头紧 就在他翻找妈妈钱包的时候 杀手出现了 这个儿子做了一件非常致命的事情 那就是向杀手要钱 杀手非常顺从地把钱交给了他 从这一刻开始 这个倒霉蛋儿子 就彻底不会再来打扰妈妈了 因为杀手拿着铁锹就轮上去了 所以这一切都是杀手的计划 而此时的罗伊儿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计划 早就被杀手给看透了 就在罗伊的儿子觉得自己的计划 已经得逞的时候 又要出幺蛾子 他准备取下自己的跟踪器 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那包钱就在车里 很显然他的贪心在支配他 这可是不少钱了 所以他四下看了一眼 黑漆漆的一点都看不到 就这样他开始砸破车窗 然后伸头进去购那包钱 就在这个时候 拉着啤酒和水果的老人发现了他 看到小偷在偷自己儿子的车 就上前用拐杖打了他 罗伊的儿子发现的时候 害怕急了 一下把老人给推倒了 老人当场就死 罗伊的儿子慌乱地拿着钱包就离开了 等着杀手走出门的时候 一切都平静了 他慢慢走到老人的身边 他痛哭了 他的妈妈去世了 看来一场复仇之路正在靠近 所以说 没有那个本事不要去招惹杀手 后果是吃不了兜着走的 等着瞧吧 画面回到多特的老公这边 此刻他是多么想重新找回自己的记忆啊 但是他什么都不记得 女儿把爸爸喊回房间 因为他睡不着 回到女儿的房间 女儿一直在问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此刻忧愁已经挂在了他的脸上 是啊 现在的这个老婆还是不是他的老婆 他都怀疑了 自从失忆的这几天 他听到了别人一辈子都无法消化的信息 在女儿的渴望中 爸爸就说起了一个美好的关于妈妈的故事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就在他等着老公来接自己的时候 走进来一个人 就是罗伊 他慢慢走进来 多特的表情彻底慌了 这是十年来 第一次这么近地靠近这个男人 他的呼吸开始急促 罗伊开始绕着病床一步一步走进多特 多特此时每一秒都是恐惧的 他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错 为什么罗伊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什么都晚了 罗伊慢慢玩下腰 对多特说 冰血暴苦等一个星期 终于更新第八集 一共十集 也快结束了 多特被车撞后 来到了医院 而医院通知的老公竟然是罗伊 当看到罗伊的那一刻 多特浑身都在颤抖 那是一种恐惧 因为多特非常清楚 接下来是什么在等着自己 在出院的时候 多特在签字的时候写了求救 还想藏着圆珠笔 这些小动作都被罗伊给发现 医生更是吓傻了 因为罗伊已经把他老公的名字都爆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巡警正好带个伤员来到医院 看到了多特 巡警立马就看出多特求救的眼神 但是罗伊是什么人 这里可是他的管辖范围 虽然巡警是周巡警 但是此刻还是被罗伊给震慑住 巡警再次询问多特是否需要帮助 并说只要他一个呼救十分钟救援就会感到 罗伊眼睛狠狠地盯着巡警 对他说 你可能坚持不到十分钟 多特立马对巡警说 没有任何事 都是认识的 就在此时罗伊的儿子也感到了 眼看这个小子就要动手 多特开始威胁罗伊 要是感动巡警 他就会大喊大叫 然后不和他们回去 罗伊这才带着多特离开 回到家里 第一时间将多特给拴住铁链 因为这个时候要赶去选举的辩论会 所以罗伊离开了 此时多特想要挣脱掉铁链 但是奈何力气涌现 毫无办法 就这样他想到把床上的一个铁片给撬下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花了很多的时间 终于被他把铁片给弄下来 就这样他开始给自己的铁链开始磨擦 试图将铁给磨掉 画面回到罗伊这边 当他一进入选举的会场 就发觉了异常 因为本来是两个人选举治安官的 怎么一下多了三个人 而这三个人其实是多特的婆婆安排律师做的 特意安排了三个选举人来捣乱的 怎么捣乱的呢 很简单 就是穿着和罗伊一样的服饰 然后在罗伊演讲的时候 重复他的话 把他的脾气爆发出来 只要你在所有的电视台报社记者的面前打人 那么你就彻底完蛋 别想在选举上了 很显然律师的计划非常的顺利 罗伊不但掀了桌子 还打了主持人 暴躁的性格被彻底展现 再搞这些伎俩上 律师确实有一手 绝对都合法 画面回到多特这边 就在他继续摩擦的时候 门被打开了 是儿子来了 多特知道让他直接放了自己可能不会 所以他开始和儿子说起他消失的母亲 多特说他知道他们的母亲在哪里 而且还活着 只要放了他 他就可以带着儿子一起去找妈妈 儿子慢慢走近多特说 你说的这些我一句也不信 妈妈早就死了 多特看他不信就继续刺激他 因为他清楚 罗伊从来都没有把这个儿子当做自己的继承者 所以就开始挑拨 说你知道你的姓为什么不叫罗伊吗 而罗伊的姓已经五代单传下来 为什么到你这里却不给你这个姓了 因为罗伊压根看不起你 他一直把你当作傻子来看待 你想想你做的这些事 哪个是他满意的 所以他不会把家族交给你的 他看不起你 这些话是任何一个男人都忍受不了 绝对忍受不了 所以儿子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了 儿子在走出去的时候 一直对自己说 我是罗伊的儿子 我是罗伊的儿子 而就在他气冲冲准备离开庄园的时候 看到了巡警一直在门口 儿子下车走过去对巡警说 这里是私人地盘 你只要跨一步 我就把你杀了 并让他立马离开 虽然巡警知道多特有危险 但是一点办法没有 只能离开 就在他准备回去的时候 看到了律师在加油 他立马停车 找到律师把多特被罗伊抓了的事告诉了他 然后就离开了 律师也害怕 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之后就赶去了罗伊的庄园 画面回到罗伊这边 在车上罗伊的妻子开始吹风 说你选举被搞砸 全部都是你今天带来的那个女人搞的 因为她就是扫把星 你看她没来之前 家里一切都是顺利的 她才来的第一天就全部倒霉了 要是我我就赶走这个女人 相信KD 耳边言是最可怕的 哪怕最理智的人 也会被迷失的 我相信所有经历过的人 都害怕在自己失落的时候 有人在旁边一直说 罗伊立马找到多特 开始了可怕的殴打 如同他往常打多特的那样 打完之后 罗伊让他乖乖的 以后有机会就来发泄一下 就在这个时候多特找了机会 立马爬到罗伊的脖子上 然后使劲地用铁链扣住罗伊的脖子 奈何罗伊实在太强壮了 他一只手控制住多特的手 另外一只手开始挣脱掉铁链 他竟然把铁链给拿了起来 然后狠狠地将背上的多特给撞击到墙上 多特立马五脏六腑都在错位 然后罗伊拿着铁链开始攻击多特 幸好多特躲过 然后翻越到床底 将藏好的铁片给拿到手 达里知道多特的力量实在太弱了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多特真的就像个小鸟一样 任人宰恶 就在罗伊要下死手的时候 他的手下忽然进队 对罗伊说律师找来了 罗伊这才把多特给放到床上做好 并警告多特他永远也逃不掉了 律师很显然并不知道 真正的恶人是不说话的 更加不讲理的 律师还在说着只要他放了多特 他会把安排的三个候选人撤销掉 然后帮助他选举上治安官 哪里知道他的命运彻底终结在这里了 这种左轮的威力比沙漠之龙都要强大 再补上一发就此终于解气了 多特靠在窗前 看着两个手下将律师的尸体给搬运到一个大坑里 那里不知道有多少尸体 然后他们非常娴熟地将石灰散了进去 可以消毒 至少不会发起瘟疫 看来他们操作得很熟练了 多特看着这一切心都凉了 彻底凉了 这种恐惧小伙伴肯定没有体会过 这是一种深深的绝望 深深的来自地狱的绝望 画面回到女警这边 他接到巡警的电话 得知了多特被罗伊抓走了 他知道不好了 就在他准备回家的时候 出大事了 他的好老公给他带来的惊喜 总之这一次女警终于下定决心胆走这个软包 佩迪在想如果没有发现老公出轨 他可能还会心甘情愿给他借高利贷 就在他出门的时候 他的汽车正好被保险公司给拖走 他没有办法 只好来到多特婆婆这边 第一句话就告诉婆婆 他现在想好了 愿意做他的安保 然后将多特被抓的时候和他说了 婆婆立马把他请到房里 要好好商量一下 所以从女警的身上 KD看到了 有一些付出一定要选对正确的对象 不然到头来你会一身债的 而且这些原本都不属于你的债 画面回到罗伊儿子这边 他绝对想不到 上次他暗杀的杀手并没有被杀掉 而却把杀手的妈妈给杀了 罗伊儿子这个结局其实已经注定了 虽然他从小就穿着警服 虽然他从小就经历暴力 但是招惹杀手是他最不应该做的事情 对待仇人最好的办法 不是抱头 相信KD这个杀手做的绝对是正解 那就是在他最恐惧的时候 在他尖叫的时候 挖下他的眼珠子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男孩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脑 而那个老人还是这个杀手的妈妈 所以杀手的残忍都是在有理由的 任何一个杀手都是有着最基本的杀手手册 冰雪豹第九级无用之手 正式上线 多特的尖印绝对是所有的人应该学习的 那就是在绝望中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希望 哪怕是在地狱里也绝对要存着希望的眼光 他再次开始寻找那一丝的生机 他本来想着把那个钉子给取下来 好打开自己的手套 但是一下摔了下来 而摔在地板的声音 让多特忽然发现这个地板是空心的 就这样多特有了新的动力 那就是将地板给打碎 与此同时罗伊也开始了新的一天 他吩咐手下去把多特给带出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手下进入房间的时候 里面已经空了 他立马知道坏事 检查之后立马出门去上报给罗伊 而此时的多特正好看到一个钉子 终于可以解开手铐了 罗伊针对自己的选举做了一个全民直播 他对所有的选民说 他们是一个家族的 在这里生长千千万万年了 此刻他会挨家挨户去帮助每一个选民投票 因为必须要让选民知道 谁才是真的爱护他们的人 很显然这些话带着威胁 然后立马开始把治安队里的人全部叫过来 当罗伊的妻子看到这些人带着武器过来的时候 就知道又出事了 此刻的多特正在穿过雪地 开始钻入地下室 然后进入罗伊的卧室 看到一部电话 此刻想到的第一个人 自然是老公和孩子 然而就在他们拨通电话的时候 坏事了 罗伊的妻子拿着喷子走了进来 多特只好挂了电话 多特的老公自然会回拨回去 罗伊的妻子开始对多特说 你为什么要回来 难道要赶走我和女儿吗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多特说我只是想离开 回到我女儿的身边 多特将电话放下 然后开始和她说 你难道很愿意和这样的变态在一起吗 每天都被这样的变态殴打 我们都是罗伊的受害者 然而我们现在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终结这一切 就是今天 妻子此刻想想昨天被罗伊殴打的黑眼圈 慢慢被说动 多特继续说 我们可以让她再也不能暴力我们了 想想你的双胞胎女儿 就在此时多特已经靠近了 将她手中的武器抢下 并打晕在地 确认她昏迷之后 多特拿走了她的手机 然后多特从暗格里爬到楼下 然后来到厨房 打开煤气 戴上帽子 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看着没人发现 立马撒腿跑开了 等罗伊回到房间的时候 已经闻到了煤气味道 立马打掉一个正在吸烟的打火机 然后跑到厨房 关掉煤气 立马疏散手下 小心地来到楼上 看到倒在地上的妻子 一切都明白了 而与此同时 多特婆婆可不是好惹的 她正在四处寻找自己的律师 就在这个时候 女警接到一个电话 当然此时的女警 已经是婆婆的安保了 女警立马把电话交给婆婆 多特此时将律师的死和她说了 婆婆流露了不为人知的伤感 但是很快就平复了 这个时候确认 多特是安全的时候 婆婆对多特说 一定要找个地方藏好 她已经安排人过去救她 多特忽然问 你为什么要救我 婆婆说 因为你是我儿子的妻子 很显然此刻多特非常的意外 谁也想不到 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 是婆婆出手 就在这个时候 多特开始对婆婆说 如果我回不去了 你一定要帮我照顾好女儿 话还没说完 就被婆婆给打断了 并对多特说 我不会让我的孙女没有妈妈的 这句强而有力的话 也感动了多特 彻底流下泪 她被殴打的时候 没有哭过 她经历挫折的时候 没有哭过 多特是那么的坚强 但是此刻她流泪了 婆婆继续鼓励多特 一定要战斗到底 等他们过来 多特点点头 并谢谢了婆婆 此时女警立马抢回电话 让多特千万别战斗 要隐藏起来 等待救援 挂了电话 多特开始慢慢移动 而FBI终于还是行动了 开着装甲车 信誓旦旦地来到罗伊的盲装 FBI的装备和罗伊那边的装备 一下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就在此时巡警也赶到了现场 女警打电话给巡警 说了多特的大体情况 并让巡警保证一定要救出多特 巡警对女警说 她保证完成任务 不多久罗伊骑着战马走了过来 这气势根本不输任何人 FBI开始寻找律师 因为她失踪了 罗伊当然是一问三不知 并说这里是私人地盘 不允许搜查 如果她发现了律师的话 会和他们说的 如此敷衍FBI 这个时候FBI队长开始说 另外一个人 就是多特 就是婆婆的 而戏有人看到被罗伊抓了 罗伊问是谁 巡警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说我亲眼看到你带着多特 来到了庄园的 这个时候罗伊也不装了 直接摊牌 说这里就是我的地盘 你们想要进来搜查 需要问问我这些武器 答不答应 所以你们所有的人 全部离开这里 FBI的队长都听傻了 慢慢走近罗伊说 事情不是这样办的 混蛋 罗伊脸上都冒青惊了 队长继续说 让开你的腿 然后让我们进去搜查 如果没有人 我们就会立刻离开 罗伊继续不依不饶说 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这是我祖辈遗传给我的产业 是上帝安排的这些 你们是没有权利的 多特是我的妻子 我们都是合法的 他现在回到庄园 就是回到家了 这一切都是家里的事 就这样罗伊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庄园 在美国这个绝对是个问题 这是真实的情况 就在FBI做出选择的时候 多特再次来到埋葬尸体的地方 因为此刻已经四面都是人了 多特根本无处可藏 多特趁着烟雾气躲入到尸体坑里 而此时的罗伊已经找到了地下通道 确认这里没有人后 罗伊走了出来 而更加恐怖地发生了 罗伊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又被杀手牵着链条 双眼看来已经彻底瞎了 罗伊吓坏了 询问杀手把儿子的眼睛怎么了 杀手躲在儿子的后面 然后说起了这个不省心儿子 所做的那些羞耻的事 老子把钱给了杀手 儿子晚上就过去杀他 还要抢钱 抢钱就算了 还要杀了一个无辜的老人 这个儿子是没有长眼睛啊 所以就把眼睛给扔掉了 并警告罗伊 不要让这个祸害在到处招惹事了 看好你的儿子 说着就将罗伊的儿子给推过去 然后迅速消失了 烟雾中只听到罗伊儿子的惨叫声 谁也没有想到 罗伊说 我早就告诉你了 你为什么要招惹他 这都是你自找的 说完就离开了 罗伊的儿子万万没有想到 就这样被父亲给抛弃了 而FBI当然不会撤退 他们趁着烟雾 开始从边境潜入 因为这些烟雾就是FBI制造的 为的就是这样的机会 所以这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而多特这边真正的危险开始了 三名手下已经检查到了尸体坑 打开盖板的时候 多特似乎已经看到了死亡 已经在心里默默和自己的老公和女儿告别了 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三名手下在惨叫声中消失了 然后一个身影站在了上面 不是别人 就是杀手 一个真正理解多特的人 因为全剧只有杀手称呼多特是一只牢 当杀手将多特救出来的时候 对多特说 老虎不会困在笼子里的 你自由啊 期待下周的大结局吧 罗伊的儿子被丢弃之后 他靠到树旁 慢慢挣脱掉手绳 然后一步一跌倒 慢慢摸索到地下岸岛的入口 然后钻了进去 又顺着岸岛从另外一端钻了出去 与此同时FBI正在从外围慢慢潜入 大门的装甲车也严正以待 这场交锋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时候罗伊的丈人开始埋怨 这一切都是因为多特这个女人开始的 还当着罗伊的面说 你把一个祸心带到了这里 罗伊哪能忍受这般污辱 所以一个回首套就把老丈人给中间了 气管断了 就是这样罗伊还要补上一局 就在这个时候妻子走了出来 看到了父亲被罗伊杀了 吓坏了 连忙就跑了 等罗伊追上去的时候 多特拿着武器就在等着他 罗伊本能地要掏出左人的时候 多特打中了罗伊的肚子 罗伊疼痛地倒下 就在多特准备终结罗伊的时候 巡警这边听到声音 立马赶了过来 一看到FBI 多特立马举起手 就在这个时候 罗伊的手下也开始反击 双方一触即发 巡警立马上前保护多特 而罗伊连爬带跑就来到了暗道 巡警让多特待在这里 他独自追了上去 进入暗道之后 罗伊就躲在箱子后面 然后他想从后面慢慢靠近巡警 但是脚步声让巡警觉察到 他立马转身 然后对着罗伊的头顶打了一发 罗伊虽然停住了脚步 但是就在巡警呼叫支援的时候 还是彻底坏事 罗伊一个纵月就跳到了巡警的跟前 在巡警盲目发射一发之后 刀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心脏 巡警的心脏快速地跳动了几下 然后就永远地停止 巡警也睁着眼睛离开了人世 也许他是真的死不瞑目的 罗伊立马钻入了暗道 多特被FBI救了 但是多特还是想确认 罗伊是否被抓了 罗伊这边慌乱地钻出地头 被早就等着的FBI抓获了 就是被按在地上的时候 罗伊还是像个狮子一样在挣扎 而罗伊的儿子此刻正在被救治 多特走了过去 安慰了这个不大聪明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儿子忽然问多特 是不是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妈妈 多特为了这个儿子不要去打扰琳达 就撒谎说 没有看到 那只是一场梦 而此刻的儿子虽然在哭泣 但是已经没有眼睛哭泣了 就在这个时候FBI的人找到多特 告诉了他一个噩耗 巡警已经去世了 多特悲伤地流下了泪 没有这个巡警 多特深深知道自己无法获救 但是故事远远没有完 还有更加想不到的结局 多特这边被警员送回了婆婆家 老公和女儿早早就接到电话 在门口等着 下车的那一刻 多特感觉是做梦的不真实 没有想到还能再次拥抱女儿和老公 就在这个时候婆婆走了出来 多特从来没有想到婆婆在关键的时刻 真的出手相助啊 她走到婆婆的跟前 婆婆说 一年之后 多特带着女儿来到巡警的墓前 此刻女警也在这边 女警说 巡警有六个妹妹 母亲只有一个儿子 所以这个家庭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 这天婆婆找到重刑犯监狱的罗伊 罗伊一开口就开骂 看来监狱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成好人 婆婆这个时候找罗伊 当然不是酗旧的 而是婆婆得知 罗伊现在一直在申请上诉 要求罗伊千万不要这样做 但是罗伊说 这一切都是被人陷害的 她是无罪的 婆婆拿出自己的手段 对罗伊说 她这边认识所有的法官 直到最高法院 并对罗伊说监狱才是她真正的归宿 罗伊说 她不是被吓大的 婆婆知走女警 然后对罗伊说 监狱的贷款你知道是谁吗 没错就是婆婆的银行 而且不但监狱前是婆婆借贷的 就连监狱里面的一些人 也在自己的银行有户头 他们已经把生意做到了监狱 而监狱管理层还帮忙这些犯人建立账户 这样所有的犯人只需要一张纸条 就可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这个时候婆婆直指旁边 带伤疤的两个犯人 罗伊看到如此凶狠的眼神 也是心里一惊 然后对婆婆说 Did Nadine put you up to this? Please She's a girl scout I fight my own battles and you need to pay for what you've taken You won't be dead No I want you alive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I want you to feel everything your wives felt every blow each humiliation fear 婆婆说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惩罚你 罗伊问 你是想杀了我吗 婆婆说 不 我想让你活着 而且要活得很久很久的那种 每一个字听到罗伊的耳中 都比要杀了他还要痛苦 看来婆婆是真的懂得杀人要诛心啊 婆婆继续说 我让你活着是让你体会一下 你那些妻子所遭遇的暴力和折磨 每一滴血都需要偿还的 罗伊虽然恐惧了 但是还是嘴硬地说 我不怕 婆婆拿出一盒烟 然后对罗伊说 这个或许你会需要的 然后就离开了监狱 罗伊紧皱的眉头 心里多少有点虚弱 经过一年的重建 多特的房子终于修复如初了 他又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就当他拎着菜回家准备晚餐的时候 这下彻底不好了 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就是杀手 一下把多特定在了当场 多特立马问 你来我家里干什么 所有的小伙伴肯定不会想到 这个杀手过来是干什么的 绝对想不到 杀手说 他来这里是看老虎的 多特的老公说看老虎 可以去动物园里去看 但是看着杀手的眼神 一直没有离开多特 他也非常尴尬地离开了 多特走到杀手的面前继续询问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这个时候杀手说了一句 非常难理解的话 丈夫的债务必须要妻子来偿还 而且他已经做好了约定 多特大概是明白了 杀手还是想要完成刺杀的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 多特的老公拿来了汽水 让杀手喝 并开始询问杀手是来自哪里 这个时候杀手才说起自己的老家 这个地方是隔着海洋的 他的家乡有着宽广的草原 上岸之后要走600英里 克迪猜测他家住在苏格兰 然后他们开始去忙晚餐了 多特开始对杀手说 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这个时候是吃饭时间 你要么离开这里 要么就去洗手帮忙 然后一起吃晚饭 说完就离开去了厨房 杀手的脸都抽筋了 他还是选择洗手了 虽然杀手很想说一个数字 但是总被打断 然后多特让杀手拿着牛奶倒入盆里 开始制作面包 多特还特地加了命 这个时候多特开始小声地和杀手说 我相信在海洋的那边 有一位母亲在等着儿子回家 杀手说 我母亲告诉我 人生是一个圆形 但是生活是一条直线 非常具有哲理的一句话 多特继续说 我不管你需要偿还什么债务 也不知道这个债务到底在不在 你现在可以给自己做个选择 你可以放下这一切 然后在女儿的祈祷后 他们开始了晚餐 就在这个时候杀手开始说了一段 非常奇怪的故事 说一个男人在船上 看到了三十多人一起划船 然后来到了草原 长发的男人没有鞍也没有牵绳 就这样骑着马狂奔在草原上 整整一百年 所有的人都以为杀手在说故事 多特的老公还说自己的父亲 也是一个爱说故事的人 但是没有人知道 杀手是在说自己的真实看见 看到没有人能理解自己 杀手多少有点失望 是啊 有谁能相信一个人能活几百年呢 虽然KD是相信的 杀手继续说自己的故事 在上船离开之前 那个男人住在一个乡村 他经常被人欺负 没有人看得起他 但是有一天 一个男人骑着马走了过来 杀手看着女儿继续说 他来到男人的面前 带来了食物 但是那个不是一般的食物 多特询问 是什么食物 杀手说 是罪恶 还有贪婪 嫉妒 厌恶 而那个男人却全部吃了这些罪恶 因为男人太饿了 吃完之后 男人就无法睡觉了 也再也不会老去了 还永远不会死去 他多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梦了 但是这一切的罪恶 就再也离不开那个男人了 多特说 我理解那种感受 现在就吃下这个干净的食物吧 是你亲手制作的面包 杀手在三人的眼光中 接下面包 然后吃了下去 终于杀手露出了他的大黄牙 笑了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